第四集 東京五日四夜自由行 今集會分享第四 第五日行程 行程會遊覽穿越 又會到銀座 台牆 兩個地方盡情購物 第四日早上 我們七點鐘出發 現在這個位置就是淺草 這次的旅程 我們每日吃早餐都會在淺草 不過淺草周邊的早餐店比較少 十隻手指都數了 我們吃過松屋 雞野家 麥當勞 所以吃早餐就沒什麼好選擇了 今日的早餐 我們選擇了 田丁站附近的日式餐廳 餐廳屬於一間連鎖式快餐店 價錢比較經濟實惠 點餐是自助形式 門口有一部自助點餐機 食物有各種套餐選擇 套餐有味真湯 紫菜 每一款都做得很精緻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來到竹波快線淺草站A2出口 下來了鐵路站 今天第一個行程就是在川縣 首先我們要去秋月園轉車 接著去池袋 我們到達了本川越站 剛才的池袋坐車過來也算幾分鐘 現在我們來到喜多遠 剛才在本川的宅行十分鐘就到了 這裡很寧靜 剛經過民居都很寧靜 起多遠位於日本旗玉園 川越市的一座寺院 建於830年 已經有1200多年歷史 起川越市 屬於比較出名的觀光景點 起多遠是傳統日式庭園 房屋都是延續了江湖時期的建築風格 環境較為寧靜 另外院內還有500羅漢石雕像 所以另外買票才可以日常餐觀 遊覽完起多遠之後 我們會坐市內巴士到下個地方 好快啊 兩個站車程 前面見到時之中 現在來到川越市 撞造一番街 下巴士之後 沿著商越街一直向前走 會見到最好的建築物 就是時之中 整條街道 屬於日式古舊建築 充滿江湖風情 經過這條街道 會見到有寺院 商店 歷史建築物 街道保存得很完整 說回時之中的歷史 大約在四百年前建造 高度有山塵 十六公尺 以前有人駐守 固定的時間 會有人敲鐘報時 之後改種用機器敲鐘 一天敲四次 由底部穿個鐘樓 會到達藥師神社 完成的 我們在時之中進來 外面的建築 非常逐特色 好古舊 游览完時之中,繼續向前走 在到達小江戶村越一番街商店街 整條街道保留了很多江戶時期的建築物 看起來有濃厚歷史氣氛,古色古香 商店街除了欣賞日式傳統建築工藝外 兩旁都有很多特色店舖 三是各種商品和美食 分別有紀念品,本土手信和當地特色美食 整體來說,小江戶村越一番街商店街 除了購物美食可惠書外 還可以體現傳統日本文化和歷史 如果對古舊建築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安排半天行程,遊覽穿越 到中午的時候,我們在商店街附近 找了一間傳統日式餐廳吃午餐 點餐是自助形式 門口有自助點餐機 要選擇食物後才可以坐下 如果食物做好了,會叫號碼 自己就要去拿食物 我和黃絲呆,一人點了一份日式牛肉套餐 配合大塊肉脂燒 整體來說,食物很好吃 特別是牛肉飯的口感 我就不知餐廳加了什麼 點上來,脆脆的,比較香口 另外肉脂燒又是很大份 吃起來有很濃香的蛋味 整個日本行程 我最滿意就是這頓飯 值得推介 遊覽穿越了 又回到東京市區 現在這個位置就是銀座 日園的匯率現在就非常低 所以這幾年 來自世界各地遊客 都前來日本購物 各位都知道 銀座是日本出名的名牌集中勝地 來自世界各大時尚品牌 在這裡都有 幫名牌就不騙我了 今次來到銀座 都是幫親戚朋友買東西 來到這間時尚品牌LV 大家應該不會陌生 我想又去買東西 都是排隊 實在太多人了 我們大約排了半小時 才可以進去 最後我幫親戚買了一條皮帶 退了稅 最後消費4800港元 大家覺得香港售價便宜 或者日本售價便宜 日本售價便宜 日本美食 就嘗之不盡 現在我們又回來淺草 第四天行程的晚餐 就會來這裡未吃 找了一間起商店街附近的餐廳 叫做聚落 這間餐廳的環境都不錯 食物選擇都比較多 無論日式西式中式都有 另外還有甜品和雪糕 今次我們四個人消費 收費港幣377元 究竟吃了什麼呢 包括一份天婦羅套餐 一份咖喱蛋包飯 一份雞蛋豬扒蓋飯 加蕨蜜麵套餐 一份炸豬扒飯 加蕨蜜麵套餐 和一份雪糕 現在這個位置就是台場站 最後一有行程 我們就安排半日的台場遊 出來這個位置 我們要去自由神章 在2號出口 這邊走過去 不過戶外都很熱 看到外面的陽光很猛 台場站出來之後 看到中間的大樓 就是富士電視台 大樓左下兩邊 分開了兩角商場 看到前面有商場 我們轉向左邊 遠望看到自由女神像 這裡多些人拍照 看看什麼景觀 這邊 這邊 神像在這個位置 座位台場海斌公園的自由女神像 在2000年12月揭幕 高度有12.25公尺 重量大約有9噸 看完自由神像之後 我們進了旁邊的商場買東西 終於開門了 要等到11點 商場裏面 有很多時裝品牌 有餐廳 美食 大家可以盡情購物 而且還可以退稅 去 由富士電視台右手邊走過去 就可以到達另一座商場 大型高達模型 就在這邊 台場最敲人的地方 就是商場門口這座高達 可以說是台場最有標誌性的景物 無論任何位置觀看 都是覺得一種很鎮厚的感覺 入到商場之後 一樓這個位置是美食廣場 餐廳選擇比較多 整個商場有點像大型OLED 好多運動品牌和服裝店 喜歡買衣服的朋友就合閒了 加上價錢不是很貴 又可以退稅 我們東京行程 大多數的生都在這裡買了 有什麼出名的品牌呢? 影片如下部分 會逐間拍給大家看 好了各位觀眾 一連四就有東京行程 全部講完了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比 我們嗯 我們馬上看了 一隻 轉蛋 中文字幕——YK